我哭著跟自己說 叫自己不要想 他這樣說,有點想哭 我真真正正選擇的就是大碧姐那一條 可能有人問我 你為何會選大碧姐那一條 其實我當初糾結了很久 當時我記得找過其他影片 我看過其他影片不是一眼望著 是這條,沒有這種感覺 其他就覺得我都OK,普通一點 然後我就選一下 我就看到網上有一條大碧姐 這條片就彈了出來,隨便按進去看 1981年,大碧姐,鄭少,差不多是甚麼 然後就看到大碧姐的演繹 很生動,很有趣 我又覺得有講蛇奇話 我聽不明白她說甚麼 這條片很有趣 跟平時就這樣說普通話的片有不同 如果我用這條片去做比賽的話 如果我配到的話 我知道是會拿分的 但同時的糾結位就是 我還要真是去配她口認 夾到她的媒人泡那種神髓 我做不做到呢 其實當初我都很懷疑我自己 所以我當初在那個時刻 我糾結了很久 可以就固然之好,拿分了 不行,你就真的撲響樹了 所以我都想了很久 究竟應該怎樣 為甚麼最後都是選了這條片呢 我覺得好像拿著我參加比賽的宗旨 我不是打算是否一定要贏 我來是想突破自己 我來是想學習的 所以既然是這樣 不如就選一條平時我沒有怎樣做過這類型的角色 和沒有甚麼嘗試這樣的演繹 要挑戰就挑戰到底 如果真的失敗了 那就失敗了 那也沒辦法選 但你不試你永遠不會知道 我沒有想過我要不要贏 純粹我不是擔心這件事 我在面對兩個對手的時候 我只不過是想一件事 第一回合第二回合 我選的影片 那我出來的成績都OK 我不想我總決賽裡面會失準 我不想人家會失望 我不會覺得 為甚麼一起照第一條片第二條片OK 為甚麼今次總決賽那條片配成這樣 我很擔心 我很擔心有這個情況出現 我記得那段時間是不夠份 壓力又大 一直這樣搶了好幾個星期 在那段時間是真的 有一天我做事我的頭很痛 我經常都不太舒服 回到家裡又吐了 我想應該是個人太累 可能吃了一些東西 當你身體弱的時候 你吃甚麼都好像不太消化 吐了 總之就不舒服 我只是頭又痛 又想吐 我覺得自己好像快要倒 但那兩天就總決賽了 然後我哭著跟自己說 叫自己不要倒 現在這樣說我也有點想哭 我跟自己說我一定要拆這兩天 先過總決賽了 我記得那晚回到家 我已經很辛苦 又吐了又夜都不太吃 但我都沒有時間 因為那兩天就要總決賽了 就算很辛苦 我都要背那份稿 但我都要配到半夜三間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要配到精準度 沒有辦法 因為精準度需要時間去練習 我覺得陳志堯真是可以很多發揮的地方 其實應該TVB跟她開電影 其實當初我聽到阿姐說這段說話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我沒有想過阿姐會這樣說 可能這些說話 你多數都是鏡頭背後鼓勵你的一些說話 但她真的當著節目on air的時候 去說這件事 我不是想公司是否一定要開女主角給我 我不是想這件事 我覺得阿姐這麼有份量的前輩 她說這句話 其實我都已經覺得很安慰 在那個時刻 我都已經覺得很開心 對於我來說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說真的 我又不會這麼虛偽 我不想做女主角了 不用了 我不會這麼虛偽的 當然做得這一行 每一個藝人都希望自己有機會可以做到主角的 但是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控制 當然公司也有公司的安排 他的決定 做藝人控制不了的東西 所以都平常心去對待就好了 我都是繼續做好自己要做的事 盡力做好每一件事 對自己的交代就已經OK 因為其他很多事情你控制不了 確認這件事情 很適合 可以在你上 telefon 所以我每次都不用了 找你 我好 讓你坐下 不然 各一大家 我來 李永远 都敢說 有 導臉 沒有